接下來就是問你 這個是我剛才講解過的事 我把把碼從滑車移到襯盤 你改變了什麼什麼沒有變 你那個F等於NMAI裡面 什麼變了什麼沒變 什麼變了什麼沒有變 這我剛才有講嘛對不對 我剛才已經講解過了 來停車戰界問 25 25號 帥哥男 我剛才跟你講解過了我把 砝碼從滑車移到襯盤 F等於NMA我變了誰沒變誰 變F變受力 誰沒變 什麼叫速度另外一個 我念F等於NMA你還跟我速度 這哪有速度啊 全變M 啊 M 你錯 移過去改變了外力嘛 改變了外力 可是整體的質量沒有變嘛 所以受力質量不變 這我剛才講解過啦 那你問一個問題啊 有人把實驗改變一下 變形一下 拿起的法碼不放在襯盤上 移到旁邊 移到旁邊之後呢 移到旁邊之後呢 那你又改變了誰 誰沒改變 剛才講過嘛 受力質量全部對不對 受力質量全部 拿起來放旁邊 那你改變了什麼 我說那個吊盤的重量是受力大小對不對 那 所以他改變了誰沒改變誰 可愛小女生 可愛小女生 8號 好可愛喔 答案啊 你答案什麼 不知道 坐下 吊盤重視重量嘛 是外力嘛對不對 你的吊盤沒有改變嘛 所以就沒有改變外力啊 全部的是受力質量 拿走放旁邊嘛 所以你受力質量改變了嘛 你受力質量改變了 所以你改變了然後你就可以做什麼活動 用這個活動可以證明什麼 力量 力量 一樣 質量跟加速度成 反比 質量越小加速度會 越大 然後下一個是有人 另外一種變形的題目 那個滑車 滑車往前衝有加速度 可他現在呢 兩邊不一樣長 吊盤離地只有50公分 這個距離有70公分 所以吊盤著地之後 他還有20公分沒有走 那那個20公分 他做什麼運動 他做什麼運動 吊盤 吊盤離地50公分 滑車裡面的邊邊70公分 吊盤著地之後滑車往前衝 到了 到了50公分 吊盤已經著地了 然後呢 接下來這個滑車做什麼運動 這裡問你 等速度等加速度 等速度等加速度 他問你做什麼運動 用理想的方法講 怎麼沒有摩擦什麼什麼之類的 那種 來 33 小老師大人什麼運動 等速 等速度運動很好 為什麼 因為砝碼著地之後 就撐住了 就沒有 所謂的外力在拉他了 他已經被地板直升力抵掉了 所以呢就 沒有外力作用 牛頓一 不受力或合力等於0 近者橫近 動者橫坐 等速率直線運動 所以我們就 等速度運動 然後就有人可以考一些問題 甚至考一些計算 那以後再說了 再說就這樣子 OK嗎 OK